我認為民意如流水 特別是我們台灣經常有一些選舉 我們都知道民意是高度變動性的 特別是目前美國 它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實比較嚴重 也因此包括川普政府 以及許多美國人等等 其實把很多問題 它歸咎於中國大陸 但是我是高度懷疑 如果說真的兩岸發生衝突 美國人會不會真的支持派部隊來 是否會願意真的出兵來為台灣打仗 這是兩回事 因為我主觀想要保護你 跟我真的要去出兵打仗 要來保護你出錢出人命 那又是兩回事 而且這個民調跟現在民調 跟如果真的爆發 兩岸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的話 再做民調那個分數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是覺得我必須要講這麼一句話 台灣人民一定要有個心理的準備 如果真的要準備跟對岸軍事對抗的話 打仗一定要靠自己 沒有說靠別人打仗能夠打贏的 天底下沒有這種事情 也就是美國的民眾跟精英階層 基本上認為日本 韓國 台灣 在東亞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同樣需要 如果當這個有戰事的時候 應該同樣都要需要防衛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態度的轉變 在這份民調上面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七月份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O'Brien 他甚至也就說 這個美國會不會協防台灣 中國自己心裡有數 所以其實從這個綜合研判來看 我想問題不在於美國要不要協防台灣 問題還是在於你中國今天 會不會主動的來攻打台灣 這種想用武力的方式 來面對台灣的民眾跟台灣的問題 駐韓美軍他要求助金費從1億多 要上升到50億美元 那這個日本更被要求提供80億美元 這和原來的數額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日韓希望美國提出一個清單解釋 來說明為什麼要漲那麼多 那川普其實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說明 正代表了很多議題 其實美國說了算 這個態度其實是比較跋扈一點 台灣付不付得起 我應該這樣講 以台灣現在的經濟實力 我們其他的都不做 只來買美國的武器 我們付得起 但是如果我們其他的事情也要做 然後也要照美國的要求這樣子來 自己負擔 然後買美國的武器 我是覺得這個是恐怕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不太切合實際 因為你看到現在為止 川普跟南韓要的經費 南韓都還沒付了 如果中國派兵侵犯了 還來談說你要出多少錢 我再來保護你 我想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沒有所謂代價不代價的問題 今天只要是中國大陸 他主動的這種以武力侵犯台灣 這個勢必會群起工資 那這個是一個價值的關係 而不是價錢的問題